報告委員會 出席委員十人 以諸法定人數 我們現在開始開會了 進行這個報告事項 那個密書 宣讀上次那個會議的議事錄 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 时间109年3月4日星期三上午91分至11时40分 下午1时30分至20时51分 地点红楼202会议室 出席委员赖会员等15人 列席委员杨琼英等27人 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徐国勇 长路次长邱昌悦 海洋委员会海巡署署长陈国恩 外申福利部及病管理署副组长刘慧荣 主席陈昭及委员郁珍 报告四项宣布三次会议一事录决定确定 邀请内政部部长等针对落实旅客入境资料查核 检讨居家访试机制 并加强警消及边境等勤务人员防疫安全经营措施 进行专题报告并被咨询 本次会议经内政部部长徐国勇等报告 委员内会员等19人提出咨询 军经内政部部长徐国勇等及其答复说明 另外委员廖宛如提出书面咨询 例如记录刊公报并请相关机关 另以书面答复决定 一报告及寻答完毕 二委员咨询为其答复部分 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 请相关机关进入以书面答复 临时提案共五案 第一案及第三案均照案通过 第二案第四案及第五案均修认通过 三会宣读完毕 各位委员针对这个昨天这个议事录 有没有什么错误或是遗漏的 没有齁 好没有我们就通过 来请民主委员继续报告本日的议程 宣读本日议程 邀请原住民主委员会主任委员率同所属 列席报告业务概况 并被咨询 讨论事项 审查委员郑天才等17人理据 原住民生份法 部分条文修正朝案案宣读完毕 好我们今天主要审的是 主要是两个议程 一个是就是请原住民委员会来跟我们做 这个业务概况的报告 还有被咨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审查这个郑天才等17名委员 拟据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身份法 还有修正朝案 那我们今天先来介绍我们这个 与会的这个官员 好 还有那个 我们的这个委员 来我们现场 现场出席的有 我们王美慧 王委员 我们这个罗美玲 罗委员 郑天才政委员 这个老朋友 林思敏 林委员 我是主席 陈玉珍 谢谢 来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议会的这个官员 我们首先介绍是 原住民委员会的 我们主任委员 宜将拔罗尔 所以早 我们政务副主任委员 伊万纳威 早 综合规划处处长 王瑞颖 王处长 教育文化处处长 刘维哲 刘处长 经济发展处处长 王美平 王处长 这个怎么练啊 阿基区 哈一顺 公共建设处处处长 谷仲 方安 土地管理处处处长 杜张梅庄 社会福利处副处长 罗文敏 罗副处长 秘书室主任 陈梅林 陈主任 人事事主任 丁慧祥 丁主任 主计事主任 吴清潭 吴主任 曾风事主任 叶传发 叶主任 援助民族发展中心 曾志勇 曾主任 援助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马拉欧斯 董事长 执行长是 石家亮 石执行长 可以念下你的名字吗 大家都听懂了 内政部 我们陈子和专门委员 法务部张春辉张参事 谢谢 我们现在就请我们 我们主委开始 做这个业务报告 谢谢 谢谢 比多根、阿托比喇嘛那麽都大家的園民會 在那阿拉阿菲 所以,我們要借過 美徒蘭阿托比喇嘛那麽 阿托比喇嘛那麽 大馬路 三八一隻阿馬巴羅阿托 古羅斯馬阿托 大家的園民會 以下,請就 自去年下半年到 今年 園民會施政重要的成果進行報告 請各位委員不令指教 過去 對臺灣歷史 只有漢人史關 那蔡總統在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的時候呢 代表政府向嚴族民族道歉 之後 園民會立即走索 整理了從 九十一年開始就以 委託研究完成的 嚴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 我們在一百零五年陸續出版的包括 牡丹社事件 大康口事件 戴魯可事件等七個 嚴族民族 嚴族民族重大的歷史事件 而且在 上個月的十九號 辦理了 嚴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 系列 重書的 發表會 而教育部 也同意 把嚴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呢 納入 十二年國教課綱 嚴族民族教育教材的重要 參考 那麼台灣的歷史 因而可以進入到多元的史關 那麼為了響應聯合國世界母語日 我們在上個月二十二號 也舉辦了世界母語日 嚴族民族語言發展的會議 那總統親民來會場 表達對於族語工作推動的支持 更親自表揚每一位 GEO的語言推廣人員跟 嚴族民族語言推動組織 讓受講的族人非常的感動 同一天我們也成立了 財團法人嚴族民族語言發展基金會 來進一步落實 嚴族民族語言發展法 關於研究跟推廣的族語的這個目標 為了積極落實 大院修法通過的 嚴族民族教育法 跟嚴族語言發展法的這個規定 我們從今年開始 跟教育部要開始推動 原住民學生參與公費留學考試 跟師之培育大學公費生 公開招生或者是校內的爭嫌的時候 已經要推動要取得足以認證 中級以上的嚴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 才可以報考 那同時從明年開始 我們也正在跟考試院的考選部 協商要納入 凡是參加公務聯特種考試的 原住民族考生 都要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認證的證明書 才可以取得考試的資格 那為了讓每一位原住民的長者 擁有健全的牙齒 言明會從今年開始 用公財回饋金六千萬的經費 補助直轄市跟縣市政府辦理 原住民族長者假牙補助的這個計畫 那麼只要年滿55歲的族人 除了目前符合中低收入賦的這個族人 可以向衛福部申請假牙補助之外呢 其他的族人可以向言明會提出申請 最高我們可以補助三萬元 那麼也為了因應我們很多的族人 戶籍在岩箱 但是實際工作的地方 很多都是在包括基礎的地方 都是在都會的這個普遍的這個情況 所以為了進行辯明的措施 我們最近先邀集的衛福部 牙醫師工會前聯會 跟各地方政府共同研議 如何推動辯明的措施 透過地方政府呢 直接透過這個 這個護衛生系統查詢的這個機制呢 讓主人不用回到原鄉 來申請文件 在地就醫 在地裝置假牙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正在推動的 有關於假牙補助的一個 辯明的這個措施 去年在12月19日的時候呢 我們跟世界嚴重民族 旅遊聯盟簽署了2022年 世界嚴重民族旅遊高峰會的 合作備忘錄 那麼世界嚴重民族旅遊高峰會呢 大概有30個國家來參與 我們期望透過2022年 在台灣首度舉辦 這樣的一個 世界嚴重民族旅遊的這個高峰會議呢 希望可以跟世界各國的嚴重民族的社群 旅遊業者政府跟非政府組織 建立一個合作的關係 展開嚴重民族旅遊政策的這個研究 經驗的分享 讓我國嚴重民族旅遊政策得到支持 也讓台灣的嚴重民族被世界看見 那為了加速嚴重民族保留地 所有群取得 我們回應族人多年來的這個 期待呢 來回復土地的這個 潛力 我要特別感謝 大院修正三波替保育利用條例的 第37條 那麼刪除了5年的等待期 那麼我們配合這個條例的修正呢 已經修正了嚴重民保留地管理開發辦法 修正完之後呢 可以讓族人直接取得 土地的所有錢 不用再等5年 那這樣的一個修法呢 已經有 將近3萬的族人可以立即受賄 那到去年底呢 我們已經完成了6775筆的這個 申請的建數呢 大約有3,0668公頃 已經讓嚴重民族直接取得土地的所有錢 也讓嚴重民族的 土地的轉型正義工作 又邁入了另一個里程碑 那麼 族人一向非常關心的文件站呢 我們為了要強化 嚴重民族長者照顧服務 整合 衛生福利部的這個長照資源 我們今年又新核定了 原鄉跟都會100個 新的文件站 所以從106年到原來的這個121站呢 到今年已經成長到413站 4年來總共增加了292個文化健康站 那我們的服務長者的這個人數呢 已經達到13500多人 也讓更多的族人提供就業的機會 趙服務員有超過1089人 那麼為了穩定嚴重民族 長照專業人士在地就業 促進外地就業的主人返鄉工作 我們前面提升趙服務員的這個待遇 從原來四年前的一萬三千多塊錢 到今年已經可以實領到 三萬三千多元的這個基本的待遇 讓我們的趙服務員可以安心的來照顧我們的長者 最後我要感謝大院在上一屆 有許多法案 官員民會的都完成三圖 通過的這個相關法案 包括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還有我們的這個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設施條例的一個新的兩個專法 也修正了這個六個很重要的法案 包括剛剛提到的三破地保育利用條例 第三十七條的修正案 還有原住民族教育法 許多條文的這個修正 以及原住民族保留地計法補償條例的這個再修正案 納入更多的範圍呢 包括受到限制的國家公園都獲得這個修法的這個改善 那總計有八個案 那麼未來我們也希望大院持續對原民會的業務頂力的來支持 來保障台灣原住民族的基本權力跟生存發展 而共同來努力 謝謝 謝謝我們一將主委 那我們現在接著請 這個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我們馬拉歐斯董事長 向我們做一下業務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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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各位委員大家好 呃... 今天 馬拉歐斯很榮幸貨邀大院 各位委員會 就本基金會業務辦理前行提出報告 由衷感谢大院及各位委员长期以来 关心并支持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及媒体传播权益的发展 去年本基金会获颁ATA亚洲电视大奖最佳新闻节目 气象播报评选为特殊贡献气象播报团队奖 媒体观察基金会评选推荐本基金会节目为 国人自治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五星奖 并入围多项广播金钟奖、电视金钟奖 近日更分别入围了波利维亚国际影展 最佳剧情短片以及休斯顿影展 另外本基金会与加拿大原住民族电视网 以及纽西兰毛利电视台 于108年12月11日举行合作备忘录的签约仪式 确立新闻交换、节目交换、节目核置 及人员交换的四项合作项目的运作模式 象征成立十年的世界原住民族广电联盟 微本在三大创始会员的领导之下 让世界原住民族所共同关切的议题 能在一个国际大广电平台上 共同连结与发声 今年程序108年制播执行的成果 除了凝聚原住民族文化传播发展法草案 供主管机关审议参酌外 更提出原住民族文化传播永续发展整合计划 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即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之永久绘制新建计划 期望能够营建原住民族传播媒体持续性发展的制度环境 同时修正本基金会组织编制原额 除了符合劳动法令的规范以外 同时针对新媒体业务做整合汇整 因应媒体事业制播形式的变迁趋势 同时完成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 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六年执照的营运计划 拟定广播电台第二期营运计划 并且持续办理广播电台业务三年的评件作业 以及根据建制广播电台补系站工程 以及设备等等的相关的事宜 进一步扩大并提升原乡部落的收听覆盖率 以维护原住民族平等禁用通讯传播的基本权益 除了上述各项计划的推行 本基金会同步持续更新 制播新闻节目的软硬体的设备 建制新主控设备 以及相关后援的扩充 希望能够达到人力资源 以及设备资源的优能 效能跟优化 以下请就本基金会108年业务执行的成果 以及109年工作计划概要内容 简程如附录 敬请各位委员指教以及支持 阿佑 谢谢董事长 我们今天因为还要审法案 所以我們先請我們提案的鄭天才鄭委員 針對這個提案先做一個說明 鄭委員,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還有野民會一將主委 副主委以及所有的野民會的同仁 原住民身份法 這個是在民國90年1月1日公布施行 那原住民身份的認定 在過去都是依行政命令 原住民身份認定標準的一計 作為一計 我在野民會擔任企劃處處長的時候 特別提出原住民身份法 把它提升為法律的位階 所以在90年1月1日施行 施行多年之後 因應相關的這些 無論是其他法律的修正 或者是原住民的一個實際的一個需求 提出修正的條文 其中第四條 最主要就是配合 民法在96年5月4號 也修正了這個民法1059條的條文 所以這個現行的條文的第四條的第三項 就不需要有再特別來做一個規定 所以可以刪除 那第五條的第二項 最主要考量到現行的條文 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 為年滿四十歲 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受養者 得起的原住民身份 當時的規定是採非常非常嚴格的一個規定 就是說未滿七歲的非原住民 必須要有年滿四十歲 四十歲 然後要原住民養父跟養母 都必須要原住民 而且要共同收養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現在單親家庭 單親越來越多 無論是單親的男生 或是單親的女生 然後這個收養子女 這樣的也越來越多 那是不是可以考慮來放寬 這個我提出了這樣的一個修正條文 當然這個會有見仁見智的一個考量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可以詳細的來討論 另外就是現行條文的第八條 現行條文第八條 這個因為從文字上 應該不會有什麼疑問 對於原住民 早期因為 主要是我們的女性 早期的規定 原住民的女性 嫁給非原住民的時候 就被法令強制喪失 原住民身份 這是過去 那原住民身份法在90年1月1號 公布施行之後 他們都可以申請回復原住民的身份 但是因為他們在民國90年1月1號以前 並沒有回復 然後死亡了 90年1月1號以後死亡 他們的子女 因為當時已經死亡了 所以他們的子女 本來也可以 申請回復了 但是這個 嚴明會一般的比較從嚴的解釋 是認為說 他們這些當初被強制喪失原住民身份的人 在90年1月1號之後他可以申請回復 他沒有回復 認為推定他是不願意回復 這個是從嚴的解釋 這個是從嚴的解釋 但是我不認為是這樣 因為我們 至少我是當事人 當時我是處長 甚至後來當常務的副主委 我們並沒有 嚴明會並沒有 去通知所有當時被強制喪失原住民身份的這些婦女 說你可以申請回復 如果他沒有回復 那當然我就可以推定說 你不願意回復 但是我們並沒有去通知了 所以 但是因為解釋是從嚴的 所以我希望透過修法 來處理這樣的一個 能夠讓他的子女 雖然他父母 他母親已經過世了 希望讓他的子女 可以申請回復 這個是第八條最主要的一個 修正的理由 那至於第十一條是一些文字的修正 期待這個 這個 原住民身份法的修正條文 我們在詢答完畢 審查的時候 大家能夠充分的來討論 以上謝謝 謝謝我們政委員 那針對這個 身份法的這個修正部分 我們也再請這個 我們一將主委 就這個部分做一個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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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原委員發言時間比照本會委員一樣是8加2分鐘 臨時提案提出的接觸時間是11點 在討論事項完畢後我們會處理 我們現在先請登記第一位的賴會員賴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 大家早安 主委請主委練習 主委請上報頭 樂文好 是主委好 主委我想請教你就是新冠會員的疫情已經持續的一個花燒 那其實這個會員已經攪亂了我們國家的一個產業跟我們人民的一個生活的步調 況且就是說隱形性的社區感染其實基本上已經比我們想像的來的更多更多 所以為了避免就是擴大的一個感染 我們所有在全國的大型的一個宗教活動都已經是暫停的來那個舉行 那你知道這樣子的一個那個情形嗎 各位我們也都注意到這個大型集會應該盡量不要再舉辦的這個 我們集管署的這個規範我們都注意到 那主委我請教你 就是說我們各組的原住民在每個月都有很多的一個傳統的那個 傳統的一個節慶的一個活動 那從最近三頁我們就知道就是說大五族的一個會議記還有他的召遺記 甚至到了四頁還有布隆族的一個設計 這個不只是傳統的一個祭典的一個活動 還有很多原住民的一個分禮 我們現在也會就是說那個擺這個流水席 那這個流水席一擺下去的時候其實都是上百桌 甚至有更多的人來參與 那昨天在我們內政部就是我們的那個委員會 那我們的部長其實也就是頒布了一個新版的公眾集會指引 你知道就是說我們希望避免上千的以上的人在這裡聚會 那你對於就是說我們整個原住民的傳統的一個祭典 你認為會不會受影響 各位委員報告 原住民族的歲死記憶大部分都是在戶外比較多 那像以島武族人的這個飛雨季來講的話呢 他們的聚集的人數不會超過千人 那當然我們也會不斷的會先導 那你如何 是不是主委我想請教你 你怎麼做好就是這個部落的黃毅工作 我們其實跟委包我們在二月初的時候 就透過我們三百多個文化健康站的這個 這個直播已經做過先導也透過我們的 所以你的直播你的先導你已經有做好黃毅的一個 這個最重要的一個指揮的一個動作了 對就是給主委有一個正切的這個防範的這個嘗試 所以交通的移動這個問題你有沒有想到 交通移動對我們也都會盡量讓主委 像原民會本身本來也有要辦很多的這些 所以說主委你已經有強化了黃毅的一個宣導 有有有是的 好主委我再請教你 在我們蔡英文總統在上個月底在總統府 有主持了一個就是我們原住民的歷史正義 跟轉型正義的一個委員會裡頭 他特別的一個宣示就是說 他要找回原住民民主的一個歷史語言跟文化 讓原住民不再私語他承諾未來的四年 總統承諾未來的四年 他希望就是說我們的政府會努力推動原住民的民主事務 這個是應該是大家關心的一個 所關心的一個原住民事務的大家最關心的一個議題是不是 是的謝謝總統他這幾年非常關心原住民主的語言的推廣 也因為他在四年前的道歉就大院在三年前通過了一個很重要的 原住民主語言發展法 那也因為這個法的通過 所以我今天的報告才有機會有這個條文很明確的規定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語言 好主委非常好 那本席再請教你 西拉雅的一個主基地在什麼地方 就以台灣而言 以目前來講最多的是在台南市 在台南市 本席來自台南市 是 那西拉雅的一個證明 那這一個法案已經躺在立法院四年了 我們辦了五場的一個公聽會 本席要請教你 就是說對於西拉雅主人超過了一萬人以上 那這一個主人長期爭取證明一直都不能成功 那主委你支持嗎 那跟委員報告 如果我們不支持我們四年前就被提這個修正長話 過去二十年 平鋪族訴求要取得原住民身份 都沒有辦法 那所以說你是支持的 那我再請教你 就是說 在鄭委員的版本 原住民身份法裡頭 為什麼沒有把平鋪族納進來 為什麼 然後又廣開大門 讓沒有血緣的漢人 可以納進來原住民的身份 那你想想看 這個平鋪人情何以堪啊 那跟委員報告 我們驗版的原來上個會期的部分是 除了相關條件的修正之外 我們又把平鋪的修正條件有納進來 只是目前我們這個法案還沒有送到大驗來做審議 所以是目前還沒有送進來 是的 什麼時候會送進來 因為行政院目前因為整個部會都在推動這個武漢肺炎的防疫 所以我們沒有列入優先法案的這個措施 所以我們再重新盤點以後 因為尤其是上會期 院版的原住民身份法的修正草案 關於平鋪的認定 這個相關委員還有不同的這些見解 所以我們可能要重新盤點 然後再做比較適當的這個調整以後 再送進大院來做處理 所以說主委你也已經做了一個非常好完善的一個準備 讓希拉雅這個證明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程序來進行 對不對 讓平鋪希拉雅主人取得原住民身份認同的這個基本人權 這個是我們基本的這些態度也會支持這樣一個方向 所以原住民的一個不再思議 這是小英總統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目標 可是本席從你就是匡列原住民補助辦理 就是希拉雅語言跟文化的一個推廣活動裡頭 在108年才11件 那這個11件它的經費是876萬 佔了你108年原住民民主語言的一個文化補助 匡列的預算僅佔了21% 主委你覺得這樣的經費 能夠讓希拉雅族的語言能夠振興嗎 跟委員報其實我們的預算 雖然只用到800多萬 但是我們持續開放讓屏幕組來申請 所以你可以用最少的錢做最多的事情嗎 800多萬可以做了多少的事情 你認為你滿意嗎 跟委員報其實我們都持續開放屏幕組來申請 那目前連平埔的預算我們還去年我們還有生意還沒有用完的 也有 所以是他們的積極度不夠 還是你的輔導的力道不夠 我們會持續鼓勵其他族人或者是相關的平埔族群 可以多來申請我們的相關的補助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說主委我在這裡本席是不是可以請你就是說 逐年提高辦理平埔族的語言跟文化的一個推廣的相關的預算 況且我希望就是說你可以匡列固定的比例用於希拉雅語言的一個復興 這個有沒有問題 如果希拉雅的或是平埔的語言的預算還不足我們會持續來增加 目前是還是夠用的 那主委我希望你就是說在一個業內提出書面的報告給我 好 我會把我們歷年的這些平埔族群申請的件數 包括我們編列的預算給委員做一個參考 所以你認為是夠的 目前是沒有 像去年我們還有一些聲音管還沒有用完的 所以我想這個中央跟地方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因為地方的政府其實苦一直爭取不到經費 可是像本席今天跟你的一個對話 你是講說錢還剩了很多 錢還剩了很多 這個中間是不是有一個這個平台是不夠的 有一個斷垂勒 我可以舉台南的例子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西拉雅組 一百零八年只有就是一件的一個那個青少年一件的一個那個案子 一個計畫案來那個申請對不對 可能我們會再把詳細的資料給委員做上 因為不只只有一件 因為我手上的資料裡面呢 光是西拉雅組這幾年的整個經費補助 我們有大概都有二十三個團體十一個紀錄來申請 詳細資料我可以請委員來做參考 好那就請你那個提一個書面的資料給我 好 讓我可以就是說看到更多的一個書面的一個報告 可以就是說在這個台南就是西拉雅的一個證明 讓我們覺得說是有希望的 是的 而不是提一個就是說讓大家覺得是非常矛盾 就是說漢人是開放的 結果你自己反而把自己的原住民那個擋在外面 可以嗎 可以 那我們會會後再把詳細的資料給委員做參考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來委員喔 那個針對西拉雅組這個輔導要加強 來 下去我們請這個張宏路張委員 請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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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在 整個原民會裡面相關訊息的網站有多少個 你恐怕不知道 叫處長回答 請處長來跟您報告 相關訊息的部分每個月都有持續在更新 那這個部分是比較屬於進度 我不是講更新的問題 我剛剛說有幾個 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們相關的有13個 到現在還是是這樣 有進步 但是我覺得進步不夠 到現在還有13個 你看你連你處長都搞不清楚了 我們一般的原住民朋友 他要知道你原明會所有的相關訊息 他到底要去哪裡找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我去年在講這個的時候 你們跟我講說 你們的足語考試結果跟統計資料 都在足語依樂園 有這個網站對不對 但其實足語統計資料並不是放在足語依樂園 你知道放在哪裡嗎 玩自己的網站裡頭也有這一塊 就是在足語的那個 我現在問你 我現在問你直接問你就好了 足語的考試結果跟統計資料 你放在哪個網站 我們在足語考試 我們有一個 在一個師大的 我們委會 我辦給師大 哪個網站嘛 我今天沒有要責怪你們的意思 我說你們有進步了 但進步的不夠多 你看你相關負責的人 連這樣子網站名稱你都不知道 主委你要回去要求他們 我認為這樣子 這樣子我認為有點糟糕 你連負責 主負責的人都不知道在哪裡 這他的業務應該滾瓜爛手 你又凸顯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網站太多 我希望主委你去參考課委會參考什麼 他們的網站 你進去首頁你要看到什麼就很清楚了 該可以整合的就整合 不要把它分散那麼多 第一個難管理 第二個我們一般的人 你說我原住民的朋友什麼 他要去找他相關要的資料 我相信也不好找啦 所以我希望這一點 我們要去加強啦好不好 委員這個部分我特別在跟你報告 的確這個委員的指教我們要檢討 但我們現在已經針對原住民主的這個 原住民主知識體系的建構 跟一般的行政的統計資料的整個網站的建設 還是我們正在做改善 希望我們的同學要加速腳步把這個做好 好我覺得這個部分啦 主委 你就是要要求他們做到好就好了 我如果考你網站什麼的 我覺得不合理 但如果他自己負責的都講不出來了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對業務有沒有熟悉 對不對 你不把這個當一回事的情況之下 你就做不好了 我希望以後 這一個你要簡單明瞭好查詢 用這三個方式去處理就好啦 簡單明瞭好查詢啦 對不對 我相信主委你都有這些經驗 也這個能力 那你就要求他們就好了啦 我在要求同學把這個部分 按照委員的建議做一個改善 我下次有機會我會再問喔 我會考試一下 看你們還記不記得喔 如果你們都簡化之後 我相信要回答很簡單 我現在就就已經跟你們講了喔 好 另外啊齁 原住民族族語喔 的 的附贈的成效 你們主委你覺得做得好不好 打幾分 呃 不敢說好 但是 跟委員報的確我們這三四年 因為法案的配套我們 推了很多新的措施 包括我們對 族語推廣的 設置在全國各地來 落實我們的語言的推動 包括對 兵維的語言喔 很多 幾個族群的語言已經被聯合 列為兵維的語言 我們用 吃土制的方式 讓會講族語的這些族人呢 前 前時間來 來 輔導自己的教學 沒關係 這個我記得 我之前的質詢 也有質詢過了 啊你們有真的去努力做 我有舉一個在台中的一個 那個 只剩一兩個會講的 齁 對 那個 邵族 我有忘記什麼族了啦 邵族 日夜潭的邵族 對 好像不是邵族的龐系 還有另外一個名稱還是什麼 反正 有高雄也有 像只有幾百人的 對 族群也有 我現在要問的重點是 其實語言跟文化是合在一起的 你們現在的雲住民族 族語的考證 你們是採什麼模式 類似英檢的模式吧 是的 英文檢定的模式吧 你們是類似這樣嗎 對不對 欸 我舉個例子喔 我一個沒有去過美國 沒有去過任何地方的人 有沒有可能英文考得很好 有 有嘛對不對 我相信台灣就有很多這種人 是 但是你覺得他對美國的文化有了解嗎 不一定 應該 應該了解不深吧 是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我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考核族語的認證 我希望喔 不要說完全只有用英檢的方式啦 我們最主要的是要讓我們原住民族的文化能夠傳承 對不對 主委 我們最主要目的 讓語言是要跟文化一起傳承吧 對不對 所以你們用現在這種做法 我認為啦 有點簡單耶 我不知道主委你的看法 對 委員的指教的確就是 我們推動了族語認證 十多年 該是整個檢討 重新出發的時候 怎麼樣讓族語認證 真的讓我們的主人的下一代 真的會開口說主意 而不是只是會考試而已 那這個部分 包括對我們文化的認識 都應該是我們主委推動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跟我們剛剛成立的這個語言發展基金會 來做一個研究跟推廣 那這個部分 謝謝委員的指教 對啦 所以在這個認證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不是可以適度的加入 齁 你除了聽說讀寫之外 文化的部分 再加入 因為 畢竟 都是在台灣而已 他每天還可以接觸 他的文化 我覺得這一個部分 齁 為了 各族 每一族的 語言不一樣之外 文化也不一樣 所以很單純的用音檢去做 我覺得 齁 有點 沒有想要我們達到的效果 齁 齁 這一點我希望這個主委 你們可以去 去看看要如何去改善 齁 齁 這個我們會前盤做一個改善 讓主義的推動更落實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我們張宏陸張委員 齁 接著我們請 羅美玲羅委員 謝謝 謝謝 主席長好大家早安 有請我們主委 一降哈 主委 謝謝 羅惟很好 主委早安好 本席呢今天還是要 跟我們原民會這邊來探討 有關於這次防疫的一些措施 那對於這個原民會所提供的這個業務報告 本席也很仔細看了一些這個報告的內容 那對於一些防疫的措施呢 還是本席今天特別想要跟主委來做這個探討的 那本席有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防疫宣導方面 主委啦 主委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在防疫宣導方面 我們是經由這個文件站這邊呢 來做一個直播的方式 然後是宣導中央的這個防疫的這個措施嘛 是 剛剛有提到這部分 那我在業務報告裡面有看到 那目前就是說 全台呢我們的文件站呢 大概有三百多站對不對 目前三百多站 有三百多站 所以在2月5號的時候呢 我們有在這個屏東縣的這個 北葉文件站有做現場直播 來做這個防疫的這個宣導 那我看到就是說 在這三百多個文件站呢 這個老長輩呢大約有一萬三 一萬三千五百人嘛 是 對不對 那當天呢是有一萬一千位長者在收看 那主委您覺得說 我們這個防疫的宣導 這樣子就夠了嗎 因為我看了整篇的這個業務報告 對於防疫宣導的部分 我們好像只做了這個部分 公委報告這個只是一個部分 因為為什麼文件站要特別來安排 是因為像今天這個時候 有一萬多個長輩在三百多個文件上會聚集 所以剛開始五萬肺炎發生的時候 他們非常緊張 不知道什麼時候戴口罩 什麼時候不用戴口罩 所以透過直播來做 是 這個當然還不夠 所以也要跟委員報告 我們特別在前一段時間有特別要求我們的 研究民主電視台跟研究民主廣播電台 強化這個媒體的宣傳 那這個部分整個促進會更廣 那這個部分我相信我們的 研務會的研明台跟廣播電台都會持續推動 武漢肺炎防疫的這個相關的政見措施 對 因為我在這個 業務報告裡面看到的就只有這一點 當然我就是單單會針對這個部分來 跟我們原委會來做探討 那說實在的三百多個站 我們的這個老長輩呢 只有一萬三千五百人 其實這個人數其實是不多 他佔了這個我們原住民人數的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就是說單單靠著這個長者 你就希望說能做到這個防疫宣導的這個措施 我覺得這困難度其實是很高的 因為我們現在原住民的這個人口數 大概約有五十五萬八千人左右嘛 那單單山地的部分呢 我們就佔了將近三十萬人 那三十萬人裡面呢 我雖然所看到您所提的報告就是說 只有這些長者呢 在防疫上面的措施方面是有接觸到的 那其他人呢 如果說您剛才沒有再提到媒體這部分 我是認為說其他人是接觸不到 這所謂政府中央政策的這些措施 那這在防疫來講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缺口 所以這部分呢我很希望就是說 這部分要來做加強 那因為這份報告您事先就有提供 所以我們本身呢也在經營這個 我們也在經營這個 所謂衛福部所推動的這個關懷據點 所以呢本席的助理呢 曾經呢就在昨天有打了幾通電話呢 到台東啦花蓮桃園台中的一些文件站 去做一些詢問 那說實在的我不曉得說我們有沒有評估過 這些文件站他到底他的效益如何 比如說像地站我們打到台東 台東這裡呢他這邊我們其實也有 替他們編列了一些預算 我看到的是一百七十一萬八千四百四百元這部分 那我們打進去之後呢 其實打了好幾次他就直接轉語音信箱 他有一個官方的這個聯絡的這個方式 我們打了好幾通他直接轉語音 那如果是說我們在地的這個老長輩 當地的民眾需要服務的時候呢 這怎麼處理好像就是在空轉了 那第二站的時候呢我們有接到這個人員 他有提到說我們有很多的這個設施 需要提供給當地的這個長輩來做服務 可是呢我們老長輩是不來的 所以你是空設有這個文件站 那有沒有實地去去考察啦去了解啦 到底這些文件站執行的情況是怎麼樣 好那再來當然也有著運作的還不錯的 那當然我們還看到一些像花蓮有一個 他說他們那個量能服務人數 他在上面訂定說我們有10人以上 因為我們補助的金額是按照他的量能服務人數來做增加嘛 那他有提供 如果你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嘛 你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OK這跟長照有關係 好他訂定了10個人 可是呢我們在問的時候說 不好意思喔我們有長輩想要到這個文件站去 可是他有一些失能的這個狀態 那你們收不收呢 他說喔不好意思我們還是以健康老人優先 可是問題是他在提出這個計劃案的時候 一定會寫上說我現在需要的服務人數有多少 尤其是量能服務人數這個部分 因為有這個人數你們才會提到 你們才會列到你們原站的這個網站 因為我們有抓了一些資料 可是問題是你列了這個量能服務人數 可是你並沒有做到 我們打電話去他說喔因為有失能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照顧 所以我們還是以健康老人來做優先 那因為從這個部分我們有去延伸了一些議題 有做電話的一些探訪 所以變成是說這個狀況的話 文件站的這個我們執行的狀況 我們原民會是不是要去做了解 而不是說我這經費撥下去之後 他的執行狀況不佳我們也不知道 主委 量能服務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從去年開始 因為衛福部提供給我們更多的預算 所以有讓我們的文件上可以再增加一個量能服務的這個項目 我們應該是都有請我們的照顧服務員就整個量能服務的配套都有在推動 也沒有而且有有一定的數字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我們的副主長簡單跟我們委員做一個報告 我們成立文件站 那文件站在量能計畫當中我們會有收二到三級的私能的商者 進入到我們的文件站來 那到時候會不會有所謂的造假的狀況出現 因為他當初跟你說我有多少人 實際上他並沒有這些人 會不會有這種狀況出現 尤其像這個量能服務人數的這個部分 沒有人是說他列給你們就是說 我有這麼多人 可能我有十個人 我有四到六個人 我有一到三個人 實際上這些人是不存在的 會有這種狀況出現呢 我們查核機制應該是很落實的 如果是做得不好 會有一個退廠機制 大概每年會有一到兩張 因為做得不好就會退廠 那不但是如此 我們平時呢 還有跟地方政府 跟我們專門總局的督導呢 都會去做文件站這個查核 那希望就是 那地方上面也有地方上面的一些主機的核銷作業 那這部分也會落實 跟委員報告 OK 這部分希望大家去做 加強去做查核 因為我們是有做過電話的探訪 反正說 出來的居然跟我們所看到的資料是有落差的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是不是有些地方 他並沒有真正的去落實 跟委員報告 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量能服務是從去年才可以開始推出 那如果沒有切實來推動的部分 我們會加強查核 對 因為我看到有些成立的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其實並不長 其實我們很快速在成立這個文件站 對 有些是去年成立的 前年成立的 時間都不長 我在想這個部分 尤其是在督導的部分 居府的部分 這些業務應該還要做加強 我們會再加強督導 對 跟專管中心做更好的 整個集合的這個工作 是是 那還有一點喔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主委 我有看到裡面就是提到說 就是業務報告裡面 他說你們有查詢過五十二個 五十五個原鄉口罩十名這販售的實際情況 那數量供應都是能夠滿足足人的這個需求 這能不能多一點的敘述呢 就是這多點敘述讓我們了解一下 到底這個販售的狀況是如何的 是每個族人都拿得到這個口罩嗎 你確定嗎 在原鄉都是衛生所來提供販賣 都是衛生所 我們在一個禮拜前有請 那衛生所是怎麼配送 怎麼配送 也是實名制 就是到公所去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來自南投縣 我們仁愛鄉的這個鄉長曾經反映過 衛生局只有一個 然後呢這個健保藥局也只有一個 然後仁愛鄉 服務員非常的遼闊 1270平方公里 等於是台北市的將近五倍大 然後一個村莊到另外一個村莊 可能都要翻越這個山頭 那他們這個口罩 根本就是很難去做滿足 那族人很難去買到 可是我現在看到就是說 我們這個都說 55個原鄉口罩 其實都已經滿足族人的需求 跟在地的這個 鄉長所提出來的這個職業 是很大的這個落差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多一點這個部分 跟委員報告 也許剛開始可能還沒有滿足 但是我們 這個幾天前才請我們的同仁 打電話到每一個衛生所 買口罩有沒有需要排隊的 55個衛生所裡面呢 40個衛生所 可是說有些人根本就是交通的關係 沒辦法到衛生所去 我們還有提供一個IDS的這個 巡迴醫療服務來提供口罩的部分 所以這個有在後座加強 有請衛服部衛生所來強化偏遠地區 整個服務的這個部分 OK好謝謝主委 謝謝袁明慧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謝謝各位 謝謝委員謝謝 謝謝我們羅委員 接著我們有請我們管碧林管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主委 請主委 請上報告台 主委好 防疫期間我想原住民朋友們 在這次的防疫過程之中 我們原民會所應注意的協助防疫的事項跟宣導 我希望你們好好的做好不好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辦法就這個部分去聽取你們比較多的說明 因為今天政經財委員提出了一個主席所排的 這個身份法的修正案 那我想還是就這個部分 要和主委來釐清一些狀況 第一個當然 我們從過去一段期間以來 原住民身份法修或不修 有非常長的討論 公聽會 學界還有各界都非常關注 那它的最重要的重點當然是說 我們需不需要再另列平埔族 給予平埔族原住民身份的證明 那這個部分呢 在這次的法案裡面是不予處理的 換句話來說 我們今天提出來的這個法案 他基本上並沒有要支持說把身份法修正的時候 把平埔族的證明放進來 那就會出現一個現象 因為我們修了第五條 那麼第五條我們開放了 所以我們在這次的修訂呢 是只要有一方或者單身都可以收養 非原住民都可以收養 都可以收養 和人的孩子 就等於是 讓沒有原住民血緣的漢人 反而會比有原住民血緣的平埔族 更具有進入取得原住民認同跟身份的機會 基本上我認為這個是差別的待遇 因為西拉雅族以及其他眾多的平埔族群 很多的原住民他們是在血緣文化語言各方面都還保留了原住民的這個因子 這個基因 那反而我們在法律上卻不給予他們原住民的身份 那今天我們這個法案的第五條開放了以後 反而是漢人的身份沒有血緣的身份 反而開放給他們取得更多的機會來取得原住民的身份 基本上本席認為這對很多在爭取希望能夠證明 任主歸中取得原住民身份的平埔族群的同胞們來講是不公平的 相對是不公平的 除了這一點以外 到底我們原法案的規定 你必須雙方都是原住民身份的父母才可以收養 被原住民的孩子 這個雙方父母都必須是原住民身份 是身份別的規定 還是血緣的規定 以現行的來講是身份別 它是要有原住民身份的認定 是要有原住民身份 經過一個法的認定 是需要有這個身份對不對 那當他收養是非原住民的孩子的時候 這個孩子也取得原住民的身份嗎 是不是 對就是不具有原住民血緣的非原住民的小孩子被收養之後 他就可以取得原住民的身份 那當他取得原住民的身份 那當他取得原住民的身份以後 他還是可以就以原住民的身份 去收養非原住民的小孩對不對 這樣繼續往下推是沒有問題 是的 所以基本上原來主委採取比較保留的態度 認為說這個法把血緣主義越來越稀釋 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本來的法律也不是指血緣 而是指身份 是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所以原來我們現行的條文即便是有開放 但是父母雙方都要有原住民的身份才可以收養 非原住民取得原住民的身份 好 因為本席是在看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我們修法 當然是為了解決問題 有沒有帶解決的問題無法解決 而必須修法去替他解決 現在有原住民的家庭 其中只有一人他是屬於原住民的身份 另一人他不願取得原住民的身份 而這種家庭又是無子女 而又提出收養申請 卻收養不到孩子 有這種現象急需要待解決嗎 我們有初步跟同學了解 這個個案是有的 但是不多 是 是不多 個案是有的 有一些個案 但 比較零星的個案有 零星的個案 但是你們沒有統計 是不是請我們的承辦 再講說明一下 提出收養申請為依據 而不是說原住民的家庭為依據 你看看 是只有 所以我們有 父母只有一方為原住民 好 父母只有一方為原住民 然後他們沒有孩子的家庭 總共有三萬六千六百九十二對 但是他們不見得提出收養申請 是必須這三萬多個家庭 很多都提出收養申請 卻收養不到孩子 無法收養孩子 他們想要收養 無法收養 目前我們 就是三萬多個家庭 目前我們從內政部 提供的相關的訊息裡面 個案是不多 個案不多 所以並不是 馬上有急迫需要解決的 是不是 目前的資料是這樣 那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再跟 那目前收養小孩的家庭有多少 目前的部分 真的不好意思 我們要在前面這部提供資料給我們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資料 你沒有辦法很仔細的去談這個問題 我們如果以血緣來講問題就會很嚴重 你看一下 我們這裡有一個表 推算表 如果我們所指的是血緣 那現有的版本 如果父母雙方都具有原住民的血緣 然後他們領養了兩個 非原住民的孩子 因為現行的法律就可以領養 那麼當他們的第二代的時候 會有兩位 他本身就沒有原住民的血緣 那到第三代的時候 有一半 大概都是一半 就是到第三代的時候 會有四位 四比四 然後第二代是二比二 但是如果一新的版本 他們單身就可以收養 好 單身就可以收養 或者是單獨有一位 父或母其中一位 他就可以收養 沒有血緣的話 如果以血緣來看的話 到第二代第三代 就全部都沒有原住民的血緣了 那好在我們的法律不是以血緣 我們是以身份 應該是血緣跟認同兼裁 可是你剛剛說不是血緣 你剛剛說的是身份 所以到底我們原法案所指的 具原住民身份的雙方父母 到底是指血緣還是身份 你都搞亂了 應該目前我們的配套是 血緣跟認同是兼裁的 對 但是你說的是身份 而不是血緣 身份跟血緣是兩個概念 好不好 我想修法的時候對於第五條 本席是建議主席說 我們今天第五條 還是應該不予處理 因為第五條 它基本上 這個開放是非常大的 這個開放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換句話說 單獨單身 單身的原住民朋友 都可以開放讓他們去收養 漢人的孩子 漢人身份的孩子 好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原住民的血緣會不會被稀釋 就變成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好 那這樣的稀釋會不會 這樣的制度會不會被不當的利用 來取得原住民土地的利益 或者是其他的利益 我覺得我們會面臨道德的風險 修這個法 所以本席是認為說是應該 應該要很審慎的 好不好 那你們要先把所有討論這個問題 應該要具備的知識基礎 要趕快建立好 好不好 我們才有可能討論清楚 好 那另外是 本席很關心就是我們 原民台成立已經多年 多少年了 原民台成立到現在 超過十年了 超過十年了 那本席其實是一個非常關心電影的人 好 我是全台灣第一個地方政府 去成立電影館的人 高雄電影圖書館 去創辦了一個電影館 好 然後也 開發了這個獎勵 拍攝電影的相關的獎勵制度 也是我們首創的好 那本席也關心電影 那因為本席認為電影呢 是 民族是 是 有電影才有民族 那以原住民族來講 有原住民的影片 原住民的電影 那基本上原住民的文化 才能夠傳承跟被分享 文化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你來看 你來看我們所核准的影視項目的補助 我們以原住民影視發展資源 影視音樂文化創意產業補助計畫來看 從106年到108年 它所佔的比例 是越來越少 少到連一%都沒有 我們在該項補助計畫 從106年1750萬到108年的3460萬 我們核准在影視這一塊 在影視這一塊 越來越少 少到連一%都沒有 好 那製播出來的節目當然就 又少之又少了 所以製播出來的節目跟公視比 幾乎是不能比 好 那製播出來的節目也是 少到不到5% 都是5%以下 1% 1%多 2%多 4%多 所以影視節目的發展 涉及人才的培育 那但是我們圓明台已經成立10年了 這10年當中從圓明台來培育影視製播的人才 甚至於他的上游是文學寫作的人才到影視製播的人才 好 這整個系列的人才的培育在過去10年的成就 我們從這個比重看起來是幾乎是一個完全被忽略的荒蕪的領域 這個領域主委要改善好不好 這個我們會跟我們的研文會 研明台 來改善這個部分節目的這個規劃跟製作 好 本學希望這一塊 其實它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的發展 來講是最有利的手段跟工具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我們希望管委員 那我們接著請鄭天財政委員發言 好 主席各位委員 有請鄭家主委 鄭家主委 請上報告台 委員好 鄭家財政委員 鄭家財政委員 帖牌 大家也要來面臨的園民會 有目之內 有古代一代 有目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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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聖經 彌加書六章八節 要行公義 好憐憫 存謙卑心 我以這個來勉勵 我們園民會的所有的同仁 這個園民會的意義報告 特別提到 這個在上一屆 完成了八個法例案 當然我們這個所有的法案 這個八個 我都有提案 期待我們在新的這一屆 能夠有更多更多的 園住民族的法案 好園住民族教育法第15條 園住民族教育法 是在去年 前年開始 這個 整個大翻修 因為它已經 從民國87年之後 已經20年 所以 本席還有高金樹美委員 共同提案 把整個園住民族教育法 大翻修 特別在第15條 規定 各級政府 得勢需要設立各級 園住民族學校 前項園住民族學校 設立四項 另一法律定制 過去 過去 延民會 也委託了這個 相關的寫者 去草擬這個條文 也開了這個說明會 意見征詢的會議 我也去參加了 這個請問一下 目前的進度如何 各位委員 報告 這個園住民族學校法 我們已經 徵詢過 所有正在推動 園住民族學校的 相關的校長 在去年完成了 那接下來 我們要再進一步 跟我們各部會 就已經 炒你的條文 做一個延商 好 盡快 好不好 好 我相信這個 高金素媒委員 他再次 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擔任召集人 勢必也會很快的來安排 好 我們看這個 今天呢 這個 談轉型正義 如果這個案子 都沒有辦法轉型正義的話 都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談什麼轉型正義 都是 都是要從這邊 都是要去好好的去檢查 我們連法律都沒有了 那現在 我們把這個宜灣教會 你去過嗎 宜灣教會 宜灣教會 沒有進去過 但是我有路過 知道教會在哪裡 好 路過 好 事實上 這個我質詢了很多次 這個 在過去質詢了很多次 這個最近沒有質詢 我現在再重新 來跟這個主委講 宜灣教會 好 你看這個 這是以前的照片 被 前面的路全部被封掉 好 被封掉 好 被封掉 被封掉 這個部分呢 這個被封掉 我開過協調會 我找了業者 那個土地 現在的土地使用 所有人 也就是這個 這個 民宿業者 民宿業者 後來他把這個 拆掉了 但是前面的 教會的門口 還是封掉的 這個已經拆掉了 但是前面的門口 那邊的還是封掉 好 這樣主委 你看這個照片 1952年 是民國41年 蓋的教會 這個教會 就是剛才那個 現在的教會的土地 土地上 蓋的教會 這其中一個 我已經忘記了 我去採訪過 過去她在內府 現在已經過世了 一個老太太 她的土地 你這樣主委 你都很清楚啊 教會要蓋的時候 教友 問教友有沒有土地 可以在那邊蓋 教友 奉獻了她的土地 就在這個地方蓋 因為她很靠海 颱風一吹 就被吹壞了 有一年就被吹壞了 所以1957年重建 民國46年重建 之後又有重壞 都有這個照片為證 照片為證 好 這個土地啊 是變成是私有的土地 事實上是我們原住民的土地 這個整個來由啊 我去查了之後是這樣 當地的鄉親說 有一個叫武漢州的 他是一彎長老教會 一彎部落 一彎部落的非原住民 是開雜貨店的 我們以前雜貨店都不是我們開的了 這我們小說的都是這樣嘛 我們不會開店的 雜貨店不是原住民開的 這個非原住民 不是說到總統府或行政院的朝中有人啊 他在也許在成功地震宿所有人啊 或者是在台東縣政府有人啊 他在民國五十年 透過管道 請地震宿所 登記了這筆土地 這筆土地 民國五十年了 登記了這筆土地 唯一的第一筆 整個成功證的第一筆 一彎的出去嗎 一彎部落第一筆土地 登記 登陸為神友 登陸為神友 然後他去承租 承租然後民國五十四年 繳清地價 就放領給他了 放領給他 所以他就得到所有錢 但是他 部落的人都知道 他根本沒有跟蹤 他開著貨店也沒有跟蹤啊 所以他也不敢要 也不敢要求去拆 所以後來就繼承 繼承他孩子也知道 不是他的 不是他爸爸的 所以他就賣 台北的人買了 台北的人買了之後 一去看 教會在那邊啊 一測量 教會在那邊 他也太不好意思 所以又轉賣 後來就拍賣 轉了好幾手 是這樣 然後現在的地主 就剛封掉這個教會的門口 好 當然我超開過很多學調會 內政部啊 憲政府都開過學調會 當然我畢竟沒有調查前 所以我就請監察院去調查 監察院在107年 12月6號完成這個調查報告 這個調查報告 然後也民會也有收到 也民會 所以已經好幾年了 好這裡面 寫得清清楚楚 整個我剛剛講的 敘述的 包括當地的 因為這個民國50年 民國50年 我們到現在 我們那時候都出生了 對不對 何況這些老人家都在啊 所以不是很久遠的事情啊 現在都還在 老人家都還在 地主當然已經死亡了 原來的原住民的死 已經死亡了 所以這很清楚 調查報告寫得非常清楚 好 我們看最後 調查報告要 主管機關 研明會 及台東縣州 以積極協同 雙方共同 研商 投資解決方案 當然 這個 杜章梅章處長 一直告訴你說 那個 已經登記別人的土地了 只能訴訟啊 只能訴訟 他一定告訴你這個 登記有絕對的效率 土地法四十三條 登記有絕對的效率 作為原民會 作為土管處的處長 不能僅止於此 很多可以解決的方式 如果你認為要打官司 打官司 如果認為 可以透過其他 這個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寫的說 共同研商投資解決方案 請問一下主委 民國107年12月6號 完成這個調查報告之後 你們有沒有去討論過 有沒有去找地主 那個非人住民 也就是民宿業者 有沒有去協調過 跟委員報告 我想這個部分是不是 我們依監察院的建議 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出 他們的建議是共同 找出一個土式的解決方案 這個部分我們來努力 好 要加油 當然前一陣子忙著選舉 但是樹冠 那我剛才特別以聖經彌加書 行公益 好憐憫 存謙卑心 來勉勵所有的同仁 這已經107年12月6號到現在 有蠻長的時間 顯然 都擺在都存查 直接存查 這個建財院的調查報告被你們直接存查 我相信沒有到主委那邊 我這樣子認為 所以趕快 有很多的途徑可以解決 有很多的途徑可以解決 我們的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 有很多途徑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我們謝謝政天財政委員 接著我們請湯慧珍湯委員 我們請湯慧珍湯結束的時候我們休息五分鐘 請湯慧珍湯 我們現在請湯慧珍湯 移將巴魯爾主委 主委請湯報告團 趕快 請湯慧珍湯 主委好 各位姓靖好 那今天有提到這個我們呃 政委員 就剛柯政天財委員 所提的修身份法的问题 我特别也讨论一下 根据我们原来提出的修法 有看到现行条文第五条 第五条的第二项有讲说 未满七岁的非原住民 为年满四十岁且没有子女的原住民父母 收养者得取得原住民身份 其实原来修的法已经对未满七岁非原住民 给原住民父母收养 本来就已经有规定了 他们现在修法的内容是说 把父母改成从养父性养母性 或原住民传统姓名者 才能够得取得原住民身份 那为什么会这样修法 我想它可能就是 你们这边好像认为说 一定要父跟母都是原住民身份 这样才可以收养 是不是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一般的民法 父跟母结婚 也许我们严格要求是 父母都要原住民才可以收养非原住民 其实现在原汉通婚 真的是非常普遍 那如果原汉通婚这种情形 你们认为不妥 或者单亲的这个父 或单亲的母要来收养 你们认为这种情形好像也不太妥 其实这种情形在一般我们 就汉人汉族来讲 都是很稀中平常的事情 没有 等于说没有后代 那直接收养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所以我想我会支持原来的讲法 只是说他现在取得身份 他有一个想法是要 从父的姓 从母的姓 或从你用传统的姓名 才可以 那我想请问主委 为什么你们会有反对 跟委员报告 我们对原住民的家庭 收养非原住民的小孩子 并没有反对 而是对身份的取得 因为原来现行的条文 已经开放让原住民的父母 如果没有小孩4岁以上的话 可以收养非原住民取得原住民身份 现在只是又再放宽 然后呢 这个单身的4岁以上的原住民 只要收养也可以 让非原住民取得原住民身份 这个部分 可能比较会让 这个 现行的原住民会有不同的一些 这些意见 这个部分我们觉得 要审慎考量会比较好一点 而不是拒绝 或是反对他们收养 非原住民的小孩 还是可以收养的 没有问题 那只是针对身份 而且跟我原报告就是 即便现在非原住民 嫁给原住民的小孩子 他只要从他父亲的名字 是可以取得原住民身份的 是啊 我觉得应该 但是他还是有一部分的血缘 是原住民 所以 可是 如果是父母 一方 收养一个非原住民 他是完全是本来 就没有原住民血统的部分 会取得 是啊 我意思说 你原来现行的法 就已经同意 这个 非原住民 未满七岁的 可以给满四十岁 以上的原住民 父母 父母 是 那原来是讲父母 那我意思说 你们可以开放成 父或母 为什么不行 我不太清楚 父或母 开放 就会 对啊 就是起码你会有一个是 爸爸或妈妈 是原住民 有一个是非 我意思说 原和通婚是 这个常有的事情 现在已经很开放了 没有 没有禁止说 一定只有原民 才能一起结婚 我想 原或 汉 一起通婚的情况 非常多 或者根本单 我 如果我四十岁了 我这个老爸爸 一直没有 没有一个后代 我找了一个 跟我有缘 自幼抚养的 为什么不行 我不太懂 现在父母是原住民 收养非原住民 是可以取得 原住民身份 这个已经 已经算是 在我们的身份认定来讲 是已经是特案的开放了 当时怎么会定这个条文 其实我也不了解 但是 现行的条文 已经是这样开放 对 现行的条文 只是现在是不是还要再开放到 父母 只要一方是原住民 或者是 对 只要原住民 你四十岁以上 因为没有孩子 就可以收养 非原住民就取得 主要是他取得 原住民身份 这个部分可能会有 大家会有不同的见解 这个部分可能我觉得 我们不理解 你们为什么会反对 我们再建筑了 并没有反对要收养 这部分没有反对收养 DNA只要有 就应该OK的 就说你只要有一位 是有原住民就好了 不是这样的吗 被收养的小孩子 完全没有DNA的 那当然你们原来现有法令就已经同意了嘛 同意非原住民给 这个原住民一方就可以了嘛 不是这样子吗 怎么你们会严格限制 父或母都一定要有原住民身份 我不太清楚了 这是你们回答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我请教一下 因为现在 我们像原住民的 全国的人口有多少 目前全国的最新人口 大概是在57万左右 57万左右 那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全国是2300万人口 那应该我算一算是百分之 二点多 二点多 二点四左右 那现在我们原乡的面积大概多少 占百分比多少 原乡的面积 要看是什么样的算法 如果是原住民主地区的话 是占台湾的三分之二 但是原住民实际居住的范围没有那么大 那只是叫原住民主地区 像花莲台东 全部都算原住民主地区 但是这里面 其实原汉的混迹已经非常的多了 OK 好 那因为我想了解 那个原住民保留地 现在保留地是 登记的量是越来越多 是 现在是保留地 过去都是刚才有讲 登记是国有的 现在慢慢一直都 变成原住民在登记所有权了 而且量越来越多 你们有没有按照这个比例来看 人口数跟这个面积来算 您这个比例 有没有 超乎比例原则 这个比例原则你们有没有 其实实际的保留地的面积 并没有占台湾三分之二 它只有24万公顷左右而已 此地在原住民手上 24万公顷 26万左右 26万左右 对对 目前一直听 26万左右 其他都是公有地 或者是一般的私有地 是 26万左右 占全国的面积多少 也算一下好不好 这样的话可能 因为我们是360万公顷 台湾 但是 也没真正手上的土地 大概只占6%的土地 是属于原住民 并没有说原住民的土地 非常的都没有 其他都是公有地 比较多了 对 公有地多 对对 公有土地 像原住民保留地 因为你们现在慢慢登记 越来越多了 那当然民间也会有一些的想法 就是说这个比例原则 你们可能要考虑一下 那另外 当然这个 你们有16个族 16族啦 16族 那每个族语都不同 是不是 那族语怎么去推动 那我想这个推动真的不容易 因为有母语 有语言存在 这个族才会感觉存在 这个语言不存在 那大概 这个族不会给人家记得 当然这16个族 有大小 那人口数也有很少的 很少的怎么办 你们怎么去维护你们的族语母语 各位 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族语推动 我们是鼓励先从家庭开始 就开始学族语说族语 然后一直到沉浸市幼儿园 到国中高中 一直到大学 都有在推动 那我们针对于人口比较少的族群 像拉罗族 卡拉卡拉布族 或者是少族等等 人口只有两三百人 五六百人的 我们希望用 现在是用私土制的方式 因为有的族群他可能剩下一两个会讲族语的 我们现在是前天后让 海卫长族语的人教导 下一代来学族语 让整个族语慢慢的再重新恢复起来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有一些比较 晚上的配料来推动 因为你们可能分得清楚 我们可能真的没办法理解 太多族语 对我们来讲很辛苦 好 这是我们的看法 好谢谢委员 谢谢 谢谢我们谭委员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后继续 谢谢 谢谢 主委我请问一下 谢谢 谢谢 請提起 請提起 我們主要給我 請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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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被電台發展 在那裡 我最主要 我們本來面貌 你們幫你們 你還去打雞尾 選擇水 Kad Sally 袋子 本來不管你 信不信 我們的年齡也是年齡 也有這個代表 對 我覺得一個老闆太遭遇了 好 其實要讓爸爸的家庭還是外人都很大 是的 我會出開 是的 我以為也是一樣 因為如果單身吃碎上的女人 或者是父母 他沒有小孩說他有一個收養 好AR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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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活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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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们 我们 在这里 在这里 在我们 在我们 在这里 我们我们 在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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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朋友的好朋友 不是很好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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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